高雄市议员范之清咨询时指出 高雄市中高龄原住民有七层住在都会区 建议市府设置都会区原住民日照中心 让原民长者有更好的照顾品质 除了目前政府推动的文件站之外 因为它是属于亚健康 他们还可以跑动 但是这种已经瘫痪在家的 或者是中风的 甚至失能已经没有办法治理了 是不是可以专属一个原住民的日照中心 那这个原住民的日照中心 就有原住民的照顾员来协助照顾他们 这样子的话在地人有照顾在地的族人 这样的一个意念跟想法 我觉得是非常适应 因为他们才会真正的放心的交给 自己的这些晚辈孩子们来协助他们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这些长辈有日照中心照顾的话 这些家里的孩子们 他们就会很放心的去找工作 甚至于制造就业机会等等 这样一个优良的这样一个方向 我觉得非常重要 卫生局表示日照中心位置很重要 应选择交通方便的社区据点 让长辈们更加熟悉方便使用 我们高雄市原住民在我们高雄市都位里面 分布很多 那当初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说 要先设置一个地点的时候 一定是要让我们的同人 我们的使用者我们的族人能够是属于熟悉方便 而且是比较聚焦的地方 这是一个前提 所以是应该是说反过来 是不是我们指定 而是说透过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 那我想选择一个大家方便使用的一个社区的据点 其实是对所有都会原住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 范志钦表示市府以左手进行规划 同时找到了日照中心的地点 也就是原住民故事馆 未来完成后可让凤山小港等都会区长辈 有更完善的照顾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在这边的公安法区长辈 是这个双方 看不见